8點32分 雲南的護薩刀是很出名的 同時是有它本身的一段歷史淵源的 香港有一位刀劍收藏家最近特別上到雲南 考察當地製造這個護薩刀的情況 早上很高興請到他來的 就是謝永明先生 早安 早安 你好 見到你也帶了很多金字收藏很豐富 其實護薩這個地方到底是正確的位置在哪裏 它是位於中國雲南省 西南部接近緬甸的地方 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 整個粉紅色外線的就是整個雲南省 這個是緬甸 白色那邊是緬甸 再指一次給大家看看 就是在這裏 德雲州 呆族 景波族 自治州 原來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嗯 那一塊地方叫護薩刀 即是說那一塊地方出產的刀就叫護薩刀 是的 是嗎 是這樣的 看到刑制上面有很多不同 其實可不可以大致跟我們介紹一下 主要就是這兩種貝刀就是當地的小數民族用的 小數民族用的 小數民族用的 很長的 特別長一點 看一看 這個平頭橙形頭就是景波族和律律族所喜歡用的 是的 它平頭的作用在哪裡呢 這個就是在麥林用的時候可以直橙直刺 因為你劈著樹朵不可以用手來劈 噢 即是樹比較密一點 是的 你不可以舉高把刀來劈 這邊是鋒利的 是的 這邊是掘的 那一把有什麼不同呢 那一把 這把就是亞昌族和呆族用的 它主要就是半月形尖頭 是的 都是利於劈的 嗯 本身刀身的挑剋各方面都差不多 是的 手工挑剋的全部 嗯 這樣 小數民族用的 跟著我們看下去的那些 這些就是西藏刀 那這把就是舊的西藏刀 就有百幾二百年歷史的 百幾二百年歷史的 嗯 所以它這個就是分的西藏刀 我們先看這把 那這把呢 看見它的色澤都已經是氧化了 很久了 嗯 百幾二百年的 西藏刀 咦 那邊來西藏刀挺遠的 是很遠的 那我就懷疑西藏刀要建這個偏僻地方做這麼多呢 是的 因為有個人之牆 是的 為什麼呢 我發覺到就是 我們看看這把 這把就是他們現在新造的 這個銀製的 嗯 外形呢 就維持傳統是用手黑的龍 哇 手黑的真的不簡單 那它的鋼材呢 就是以彈弓鋼做 彈弓鋼 所以 彈弓鋼 彈弓鋼就有硬力彈性 有硬力彈性 這是古劍鋼 是古劍鋼 我們以前看粵語片那些劍呢 就是這種劍了 哎呀 拔不開的 拔到了 這個劍鋼叫做 這個形狀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就是 平隻 平隻 四零 一二三四六六 六面 三尖兩人 哦 這個是中國古時的 青銅劍的其中一種劍製 哦 這樣 但是現在很小把 是 為什麼呢 因為長劍呢 就要很浪費很多時間 做到 嗯 現在實際情形就不需要用到這樣 這個呢 就只是一個紀念 哦 紀念品來的 是的 紀念品的意思就是 就說因為他以前 他怎麼學回來呢 他們的紀念品 是的 我想 一定有一段歷史淵源 好 跟大家講的好嗎 是 好 主要在明朝 這個洪武二十一年 公元一三八八年的時間 就有個穆英將軍 他帶兵就駐守在這個龍川戶殺一帶 嗯 那時候的阿昌族人呢 就在這個漢族軍隊的駐劍師裡面 學會怎樣駐劍 嗯 因為那裡的地方很貧窮 是的 又很貧隻 又做不到菜的 那變成要打鐵和駐劍來維生了 嗯 那變成一代傳一代 傳到現在六百多年 這個就紀念古劍就是一直傳下來的 哦 這樣 很有歷史價值 是的 但是它本身的地方應該是沒有鐵礦出的 沒有沒有 所以它是用彈弓鋼 嗯 嗯 這樣的情況 沒錯 嗯 那或者我們可以看看整個製作過程 從中了解所謂的彈弓鋼 大家都很有興趣想知道到底是怎樣呢 好啊 那當地多不多從事駐劍的人呢 那裡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打劍的 家家戶戶都打劍的 就是彈弓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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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鉗著把刀,另外兩個用大鎚去斷打 經過大鎚,就是一個小鎚,打到初形 再找一個比較漂亮的形式,細微的地方 再經過這個斷打之後,就要經過一個碎火的處理 即是等於回火,這個很考功夫的 正在刀面碎火,就達到刀面很鋒利很硬 刀刃維持有彈性由緣,不會那麼容易截斷 這是一班寶劍,即是好劍的要求 這裏就是當地那邊的地方,隨街都可以買刀買劍 很普遍 很普遍,可以說是一個刀劍的城市 他們每個人的傳統,一成年人就要揹著刀 除了傳統之外,他們就因為那個地方山區 有很多從來變得差不多當開山刀和保護自己 野獸的作用 其實我有個問題,譬如說 它本身又沒有鐵礦出的 但是它能夠在中國這麼著名,當然有個別原因 除了歷史的原因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鋼材,另外就是鑄劍的技術 就是所謂碎火那個 他有個老師傅教他們用這個技術 所以達到光,只是說光柔並濟這個 有一個作用在這裏 同時當地人除了家家戶會鑄劍之外 他們日常生活 這些刀和他們日常生活有沒有直接關係 正如剛才所說的,他們滿21歲就要揹著刀 當作開山刀,保護這樣就用途了 到現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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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都是開山等等 你本人這次特別上去考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意圖 主要就是想收集多些收藏物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看看為什麼在這裏做這麼多西藏刀 是吧 第三個就是一個希望 就是很渺茫的希望 就是想找到一個 積造中國古代花紋寶劍的傳人 找不找到呢 沒有找到 找到 就是那間刀廠的顧問來的 他是六十多歲的 他就是世世代代傳下來 就是明朝軍隊學回來的 我跟他說很久了 他差不多都會說 他曾經駐造國十幾年前 駐造一個中國花紋寶劍 就是現在沒有原因 就是現在失落了 失落了 那我一晚希望叫他打出來 為什麼呢 中國花紋寶劍失傳了很久了 那現在回教國家 有Water Steel 即水磨鋼 印尼那邊 馬來民族有Chris 即其利市 都是花紋的 日本也有 但中國一把實物都見不到 寶劍也很少 所以我一晚遊說他做 那他年紀關係 港財關係 他也說過過程 五塊八光 四塊黃光 沙紋剪夾著 反覆摺摺 就很浪費時間 很考功夫 我叫他做兩把古劍制 他已經停了我 但是花紋劍未得住 我希望做了 我再繼續遊說 希望中國的花紋寶劍 不要真的失傳 是啊 如果是真的有的話 記得要拿上來 當地來說 地方都很小 我聽你說一天不夠都走光 是啊 那他日常人有什麼世藝呢 除了絕見之外 除了絕見之外 女生來講 主要都是瘦 瘦花 瘦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些就是當地帶回來的 對 當地帶回來的 鞋子 他們全部是手造的 這是什麼 這是廣長的女生用的 腰帶 腰帶 全部是手工跳的 嗯 除了這些之外 他們的人都很喜歡 帶一些銀器 對 手額 耳環和腰帶 聽來你這次收穫很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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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